儿童节目主持人一直是很多小朋友的偶像 其中苹果姐姐、水蜜桃姐姐、葡萄姐姐和布丁姐姐都已经先后嫁为人妻 卸下姐姐身份后,走入家庭或是另创事业 近日又传出好消息,东森又又台 得开台主持人香蕉哥哥林伦源也要结婚了 对方还是同台的草莓姐姐剪较竹 据《苹果日报》报道 香蕉哥哥出道多年却甚少有绯闻传出 虽然和一起开台的苹果姐姐 黄威玲曾被凑成一对 是所有粉丝都超期待的荧幕情侣 不过对方却低调赴中国生下混血子,打破谣言 不过形象斯文的她,在没了苹果姐姐后 又数度被传出同志身份 她也没有正面否认 引起外界不少遐想,直到今年 日前香蕉哥哥突然宣布,和草莓姐姐结婚 两人交往近三年,超级低调都没有其他人察觉 直到宣布喜讯,才让演艺圈不少人 和粉丝们超惊喜 两人昨天下午在冲绳完婚 很多以往的同事收到讯息后,都开心不已 葡萄姐姐米可白也在脸书留言祝贺 不过香蕉哥哥心中却有一个遗憾 图片来源,苹果日报 她和近年来因病消失的黑皮哥哥 张善为感情要好,两人除了是好同事以外 更是住在附近的好邻居,以往可说是无话不谈 不过对方因为血块压迫到脊椎后不良于行 最后直接消失荧光 目前专心养病 前几年她还会传讯息给对方 希望张善为可以早日康复 然而日前想要通知喜讯时 却显示没有传送成功 据中国时报报道 香蕉哥哥猜测可能是手机已经停化 只能通知对方的助力 然而一想到讯息传不出去 心中还是不免感慨 让我们看看更多香蕉哥哥和 草莓姐姐的幸福画面吧 图片来源,苹果日报 真的很祝福香蕉哥哥和草莓姐姐哦 也希望张善为可以早日康复 小编好想你啊